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通用设计的小鱼 他是我们的小小助理妞妞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还蛮多人对通用设计有一些误解的 那比较常见的误解大概有第一种是通用设计 是不是成本会增加 因为要考量到很多族群的需要嘛 所以第一个想到就是成本到底会不会增加 那第二个误解就是这个很多人会想说 那我又要考量这些不同的需求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功能要思考 那这些做下去之后我东西会不会就不好看了 通用设计师就没有顾到美学这一块 其实通用设计在成本跟美学上真的是很常被误解 2007年小鱼有去日本金刚县政府参访 那时候我们拜访的单位是他们的通用设计推进士 那我们有请教说到底这个成本的部分会不会增加呢 在推动的时候那他们就跟我们分享说刚开始成立这个通用设计推进士 那一些在推动上或者是教育宣导上或者是辅导大家做通用设计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宣导的成本 必须要投入但是慢慢的大家都会做 然后也有概念之后呢 这个宣导部分其实就比较不用花什么成本 但这个是公部门部分的一个就是在推动上需要投入的一个经费或资源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民间或者是这个业界来看说 到底做通用设计会不会增加成本呢 他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还印象很深刻 他们说像是门槛 原本你可能做门槛还需要比较多的材料跟这个施工 那如果我们不做门槛的话 当然就省了这个材料也省了这个施工 好这个成本就减少了 所以他反而是成本减少的一个案例 那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做门槛的话 对很多族群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说像轮移使用者 娃娃车还有这个行动不便的人都是很有帮助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落实上可能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见得一定会增加成本 那另外当然如果我们的设计师 或者是所有在这个运用通用设计的人呢 他其实在通用设计方面的一个观念啦 还有一些基本的认知跟一些相关的知识都有的话 他其实在投入通用设计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一些这个成本上的产生 因为可能在他思考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一并的去做考量了 那在美学部分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我们是在考虑通用设计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会兼顾美学的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做扶手在家里 就一定会做出一个好像户外那种不锈钢的扶手 我们可以挑选 甚至我们一开始在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如果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考虑到上了年纪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扶手这件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事前就把一些矮墙啦 或者是墙面一些可以扶握的一个部分 把它融合在整个建筑的造型里面 而不是说到时候我们要另外去做扶手 甚至也可以预留空间 就是像有一些比较弹性的空间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要增加扶手 或者要增加什么设施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那这些其实都是你如果一开始就考虑进去的话 后续的成本其实反而是减少的 那当然在美学部分也是可以自己去掌握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在头部通用设计的时候呢 不要害怕它可能会增加成本 或者是没有美感 因为这两个部分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咯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咯 那我们频道更新时间是每个月的5号 15号跟25号 大家要记得收看咯 拜拜 小小助理又去偷懒了